玉里站赤克山 富里乡6013两大高山金军产地 8月1号起到9月13号 要进行为期44天的金镇花海季 因为下山道路陡峭 玉里井奔局 今年也制作300公分大型告示牌 提醒民众 险降坡务必以低速挡来行驶 以免过度踩踏刹车 导致刹车失灵的意外 下坡陡坡不熟 在地路线的驾驶 有可能发生转弯不及等发生意外 这里是富里乡知名的6013的路线之一 由于是高山地区 蜿蜒小路非常多 根据警方表示 花季期间游客车辆 频率车流量大约有1000车次 假日大约有2000车次 暑假期间的假日更曾经创下 单日3500车次的高流量 今年因为国内疫情的解封 又有政府推动振兴经济的方案 预期本年度上花 人潮 车潮将会达到高峰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管制骑程 是在8月1号至9月13号 总计是4天 每天管制的时段是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 至于我们管制的部分 车辆的部分 我们赤克山及60弹山的部分 我们都是进行甲乙类大客车上山 管制的路线 赤克山的部分 我们是原路上下山 60弹山的部分 赤小客车由竹田上山 东里下山 而重型机车以及大型重型机车 则踩原路上下山为原则 60石山以及赤克山下山的道路 因为道路非常的陡峭 最大陡坡大约有30度 为了避免意外事故发生 特别制作三公尺大型险降坡 请用低速挡告示牌来警示 请各位游客以及民众驾驶车辆的时候 务必以低速挡行驶 以免过度踩踏刹车 导致刹车过热失灵 上山之前请确实检查车辆基建 性能是否正常 因为山上的山路 它比较坡度比较陡 所以说在上山的部分 比较不会有问题 而下山的部分 希望各位驾驶朋友 你可以把你的挡速切成低速挡 避免你的刹车过热 造成刹车失控而发生意外 活动期间 玉林分局配合了主办单位 每天在园区的出入口处 派园警管制车辆进出 并在园区内定点 以及机动巡逻 来维持交通的秩序 以确保游客的行车安全 以及宣场 记者高双双不议相采访播的